好啦 現在來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次租的這輛camper van 其實它是一輛Suzuki Evi 型號的車 大家好 小林校長 有留意觀眾都知道 我之前去北海道租了一輛露營車玩 而這輛露營車是比較大的露營車 給我4至5人 我之前也有拍片去介紹這輛露營車 如果新觀眾想看的話 都可以在這輛網上做了連結 大家可以在這輛網上看我介紹 而這次的影片也是介紹露營車的 不過就是輕露營車 輕這個字在日本車價的意思就是 K-Car的意思 即是1000樓下的CC那些 很小的 660那些 M-Box Tanto 那類 輕露營車 而輕露營車 即是 將這些這麼可愛的K-Car 改裝成一輛露營車 其實這條影片也是我新一輯的小林日香油 福島火濟自駕遊的序章 因為這次福島火濟自駕遊 我就是開這輛輕露營車去玩 那廢話也不說太多了 那現在就大家去看一下我介紹這輛輕露營車 究竟是怎樣 去片 好啦現在來簡單介紹我這次租的這輛露營車 那其實它是一輛Suzuki的Evry的型號的車來的 這輛 是一輛660cc的K-Car 自動煲營車 那它其實是一輛改裝成一輛輕的煲營車 那其實最主要是它那個建築 那就是它的窗呢 它有這些 這樣的 貼貼給你呢 有些吸盤 就吸了玻璃 它材質很薄的尺寸 所以就剛剛好遮蓋 那你睡覺的時候 但是如果不想被人看到的時候 就貼了 那貼到風那麼密一密 就是在裡面車震也沒有問題 那另外它本身都提供了一些皮啊 枕頭啊 那洗乾淨給你的 都沒有問題 我爸爸帶了枕頭來大屋 看到那個枕頭 香噴後面是洗完才給你的 那另外還有一張 後面其實還有一張床墊 那其實就比較薄身的 其實都偏硬 我以為都是 嘖嘖 嘖 半寸好啊 那個棉 不是很厚 如果你想舒服一點 你有行李 有位置的時候 就可以 帶多個自己充氣煎過來啊 那就 會更加好 那其實可以看一下 然後就在這裡睡著 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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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那另外呢 它這裡其實也有 有條Cable 好像上次那樣 有條Cable 那你如果那個Sight有電 就可以駁下去 那這裡有 但是你看 這裡 這裡 那就是那個電 然後就駁下去 這個 這個就是 它那個電池 對 它車用的 電池 另外 這個就是 就是 讓你 控制個電 那你自己不要搞 基本上你 打這個就是 只要打這個 其他東西 它就叫我不要碰 我都不懂 就不會搞它 那啪著這個 啪著這個 打呢 那就是 有電動 那這裡有兩個 扁腳 大家記得帶 對那個萬能插 那這裡有個 USB 插頭 給你插手機 那我自己帶了一個 時拖板 然後插自己的 相機 航拍 那些東西 這樣 那這裡其實 有一張桌子 可以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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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一張 小桌子 那我在這裡 坐在這裡 晚上 可能上網 iPad做事 之類 那都 是一個 小方便 那我就暫時沒有用 剛剛下來了 這樣 這樣 這樣說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 現在是冬天 現在只有6度 其實這裡有一個 熱器 這樣 這個扭著它 就有風了 扭著它 那它就會 製造暖氣 那暖氣 哪裡出呢 就是這邊 就在這邊 這樣就在這裡了 暖氣 就會在這裡出來 這裡有一條喉 那它叫你 就 插在這裡 今天就出一些暖風 對 還有這條喉 是綿的 就不會辣 基本上昨天睡 睡到熱到我會出汗 昨天我的皮 都沒有蓋 因為熱到可以出汗 我已經駕到最小 就好一點 都有一些輕微出汗 所以 它的暖氣真的很足夠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有興趣就可以租這輛 其他其實這輛車 跟一輛K-Car沒有分別 那記住 有一點提議 如果你穿了引擎 就不要開後面這個 發電機 它很緊張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不關掉 所以大家這個就記 不要弄壞 那記得用完這個 要關掉它 現在關掉它 這樣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 這輛車就是這樣 那 都可以的 駕駛下去 看得出它也很保養 比上次我在北海道中那輛 這輛我已經保養得很好 不錯的 雖然它也是一輛舊車 你看 最搞笑的就是 還是這個 手弄玻璃 看著它 好久沒見過 回來了 大家看完這條介紹的影片 對輕路形車是否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呢 那你對它會不會有興趣呢 又想想可以我這樣去試一下呢 如果你看完還有什麼疑問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 我都會盡我能力去解答大家 而今次我租這輛輕路形車 就是一間叫 Your Small Camper 公司租的 它是位於東京的 詳細呢 我都會 打回網站 在下面的 那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詳情呢 就可以 卡下面的連結 那大家去它的網站 就可以租到它的車 而這次呢 我就租了六日午夜 相信大家都很關心的價錢 那價錢呢 就大概 大概五萬五千日圓 那因為我早預約的關係 那它就給我多一個九折 就是大概五萬日圓 如果你答應它完成這個旅程之後 給你旅行的照片 去放在它的網站 那它呢 就額外給多二千日圓的折扣 那所以最後最後就是 大概四萬八千日圓 那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價錢又覺得怎樣呢 這間公司只在東京有一租 所以如果你真的租回我這輛車呢 你只要是決定在東京出發的旅程 才可以租到這輛車 那其實 那全日本呢 那真的不是只有這輛輕的流行車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公司都有輕的流行車 那我也打回連結在下面 這條連結就是介紹全日本 不同大小的租流行車公司 遍布整個日本的 那大家都可以在那裡找一下 其他地方會有輕的流行車租 那當然每輛輕的流行車 它自己改裝出來都會有不同 可能設備都不同 公司的服務都不同 那我這個就真的解答不到給大家了 如果大家都有在日本玩過輕的流行車 都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都想知道不同公司的流行車是怎樣的 好了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希望這條影片 都令大家對這個輕的流行車 有多一點的了解 那最後都是賣一下趕時間 那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就給個like和share給這些朋友 那當然不可以忘記的就是 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我 那最好的就是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按了個小鈴鐺 那我有新影片的時候 youtube就會通知你了 還有就是不妨多點留言 那如果你做完這些事情 那都會有機會令到這條影片 多點人在youtube看到的 那下一集就正式開始我這個 福島火祭自駕遊的第一集了 如果想看這個 在日本被稱為 日本三大火祭之一 拼命Akashi的火祭 那就記得訂閱我的channel 看下去了 那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嗯